第十二集 当时 肖默和张锦亲近 目睹者甚多 明明是掩饰不过的 找人抵罪也起不了多大作用 把张锦推出去 不过是让大夫人的怒火 有个出气口 哪能挡得住悠悠之口 可张销是偏偏这样说 偏偏这样做 也许 他只是觉得张锦留着也没多大用 更大的可能是 他想借由这件事 把张锦的底细探出来 不管如何 这样的事对张销是只是一张嘴 对张锦来说 却是生死攸关的 寻思了一会儿 张锦头低得更低了 他额头点地 哽咽起来 听到他的哭声 张销式的脸上出现了一抹不耐 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身份 难道还想在他面前 一哭二闹三上吊不成 张锦哽咽着 没有如他想象的那般哭个不停 而是伏在地上 声音沙哑 绝望地说道 母亲的话 阿琪 听命便是 说吧 他慢慢从地上爬起 以绝炎脸 饶是伤心绝望至极 依然规规矩矩地向张销氏服了服 这才低着头 悲伤地 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外走去 虽然来到张宅也有三四个月了 可是现在的张锦 依然是骨小肉少 从背影看来 分明是一个瘦弱稚嫩的孩子 他搭了着头 因强忍悲声 双肩有点一耸一耸的 走了几步 他脚下一软 整个人向下一栽 要不是扶着门 竟是差点摔倒在地 张销式 冷冷地看着他 张气前脚出门 后脚一个妇人 便凑近张销氏 低声说道 夫人 这丫头 不过是个无依无靠的下贱之人 妇人要处置她 伸伸手指 随时都可以 不如 不如 把她留下来 说不定 以后会有用的 张销式 沉默了一会儿 她挥了挥手 那夫人走出时 张气已经走了百步远 她依然低着头 担保至极的身躯 似乎风一吹就会倒 饶着夫人 已经是个双手沾过血的 看到她 也想到了自家的女儿 她叹息一声 紧走几步 来到张气的身后 换道 张氏阿启 换住她 夫人淡淡地说道 夫人怜惜你 大夫人那里 你便不必去了 张气不敢置信地回过头来 对上夫人面无表情的脸 她感激涕零 竟是双膝一软 便又向她跪下 夫人害了一跳 眉头一束时 张气却是想到了什么 连忙扶着旁边的树干 稳住了身形 只是形状甚为狼狈 抽叶着 张气一扶不起 感动至极地说道 阿启 阿启 谢夫人仁慈 谢嫂子 相助之恩 这夫人虽然得势 终究只是张府一个下人 在这尊卑分明的年代 若是让别人看到张气向她下跪 那夫人可真就不好过了 因此张气刚才的行为 着实让她害了一跳 不过回过神来 她的心头却涌出一股得意 看看看看 传承数百年的大士族张氏的姑子 都要向我下跪了 因着这份得意 她看着张气的目光大势奔合 不要怕 事情过去了 破天荒地安慰一个人后 夫人深深地看了她一眼道 我姓谢 以后有事啊 可以来找我 说吧 她在张气的感激欢喜中 昂着头 欣欣然地离去 夫人一走 张气便收回目光 重新低下头 向回走去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我 我得有些力量 依稀中 她记得潜意识的她 不是这样出事的 她当时完全展露自己的容颜 努力地学习 抓住每一个机会 向教习 向她的父亲 展示她的聪慧 那样的她 让府中的叔伯们都意识到 她是个有利用价值的 可以当棋子 因此 同样的这两年中 她过得十分安逸和充实 如张霄氏这样的行为 根本不曾出现过 这一次 她不想太出风头 早早地被家族看重 重点培养着 只等时机一到 便送给哪个权贵 或是皇室 可是 她也不能这般毫无价值的 谁逮着 都可以轻易地 把她牺牲了 把她顺手扔了 不能太过耀眼 也不能太过无用 这中间的肚 要怎么把握才好 一边走着 张霄氏一边不停地寻思 她一回来 阿吕便冲了过来 握住她的手 担忧地问道 阿吕阿吕 你没事吧 张锦摇了摇头 在阿吕松了一口气 重新快活后 张锦坐在榻上 静静地寻思起来 在张锦的无精打采中 一天便很快过去了 这一天 健康的人更为兴奋了 因为这天下第一的美男子 齐国广陵王高长公 会在下午时 抵达健康 张宅里 到处都是议论声 张锦安静静地 听教习讲完课 便继续躲在树林里 等着下一堂课到来 离她不远处 便是一众嘻笑着 讨论着的重姑子 在她的身后 是一条绕湖的小路 而张锦所在的树林 绿色已越来越深 站在树后 人影难现 就在张锦 无聊地有点想打瞌睡时 一个熟悉的名字 传入她的耳中 那高长公在齐国 也不是个受人待见的 如何动不得 什么 张锦衣领 挺直了腰背 不动声色地挪了挪 让身后大树 完全挡住了身形 另一个三十来岁的声音传来 毕竟是一国王子 便是生母卑贱 身边几个中仆 还是有的 更何况 听说她自幼 便常被欺凌 早练就了一身功夫啊 功夫 先前一个赤笑道 他那细皮内肉的 练得不会是 娘的掌上舞吧 啊 哈哈 说到这里 她觉得自己的话 甚是滑稽 当下便放声大笑起来 才笑了两声 她似乎想起什么似的 连忙住了嘴 朝左右瞟了一眼 又说道 不过 他毕竟是棋地使者 不可妄动 大伙算好了 得在他回城时动手 伸手拍了拍那 三十来岁的郎君 他嬉嬉笑道 你担心什么 周地的宇文户 何等本事啊 那是连皇帝 都想杀就杀的权臣 他的母亲给齐人掳血 不也是一关好多年了 早就被齐人玩得 烂了 燕了 这高成功嘛 地位 可是远不及 宇文户的母亲的 便是把他玩死 齐人也不会放半个屁 他得意的一拱手 脚步声远去 好了 我也得回去了 那帮混账子 只怕都聚在我这里 等着我制定行动呢 剩下的那三十来岁的郎君 长叹一声 摇了摇头 也反不离开 他们一走 张启便迅速地走出了树林 而这时 教习已到 学堂 要开课了 这一堂课 张启上得有点心不在焉的 在他的坐立不安中 半个时辰又过去了 一下学堂 张启便低着头 往回处走去 而他的身边 也是急急忙忙地 种姑子们 今儿下午 广陵王要来 他们得抓紧时间梳洗打扮 回到住处时 阿启远远地看到他 便欢喜地冲了过来 抬起头 看到阿启笑得没心没肺 那单纯快乐的脸 由衷的 张启也是心情大好 从第一眼看到阿启起 他便喜欢阿启的单纯仗义 与他相处 尝给张启一种 惊人般的感觉 他自幼便是母不疼 就不爱的 来到张启 更没有什么人 称得上是亲人 可他想 亲人间应该就是这样 彼此不需要刻意 在对方面前 可以尽情地 表露出自己的个性 一看到对方 便感觉到温暖和安心 有对方在的地方 环境再差 再辛苦也是不怕的 因着这种感觉 他从来不拘着阿启 他想着 不管以后如何 现在 他只要有一天安生 那一天 他便要保持 阿启的这种性格 让自己和他 都能享受到 人与人之间的 温暖和韵甜 他 实在是太寂寞 太孤单了 阿启气喘吁吁地 冲到张启面前 叫道 阿启阿启 广林王要来了 这一次 他真的要来了 张启一笑 朝他眨了眨眼 调皮地说道 阿启 今日又要去看 阿启毫不掩饰地 大点起头 我当然要去 顿了顿 他看向张启 阿启 你也去吧 我们想想法子 定能溜得出去的 张启这次却没有推辞 而是笑着道 好 他的爽快 倒是把阿启挣住了 此刻的张宅 大批的姑子婢女们 都溜向门外 早有经验的门房 倒也是不管 张启两人经过时 也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他们来得迟 门外的姑子奴婢 早就聚成了堆 主仆两人 悄悄来到一个角落处 虽然位置不好 但垫起脚 还是能看到前方 在姑子们的欢声笑语中 前方烟尘高举 广林王 终于要来了 众人的狂喜达到了一个临界点 姑子们不由自主地 想挤向前方 人群有点不受控制地向前涌去 张启两人还好 处于人群前方的张锦等人 已经无法控制自己的脚步了 这样下去会出现推脚践踏的 张启脸色微变 他朝后看去 扯了扯阿绿的衣袖 准备神不知鬼不觉地溜回府中 省得出了事 把自己给牵连进去 就在这时 一个白衣少年站出来 大声吼道 不许再急 不许再急 见现场噪声太大 没人听到他的问话 少年朝身后众仆交代了一句 点了点头 随着他的一声低吼 十数人同时扯着嗓子 中气十足地喊道 不许再急 喝叫声一个字一个字地传出 响亮之急 众姑子一惊 同时转过头看来 这么一看 倒也停止了几动 有了那么片刻的停顿 众人也都回过神来 当下在几十个声音 络绎响起 姑子们开始很有秩序地 向后退去 不过片刻便恢复了 一开始的队形 危机一解除 无数双目光 便向那大鹤的白衣少年看去 几个声音同时传来 这萧家少郎朝食不凡 真是文武双全呢 议论中张奇叶回头 看向白衣少年肖默 他暗想道 怪不得那么多姑子喜欢他 他却是个有才干的 这时前方燕尘扬得更近了 燕尘中一面面旗帜 若隐若现的 眼看那队伍便要到来 众姑子倒是压抑了冲动 一个个显得舒压起来 其中有一些姑子 还频频地整理着 伤服和头发 回过头询问着婢女 自己的装扮可还整齐 烟尘中 奇地众矢出现在众人眼前 一阵沉默后 突然的 难以抑制的欢笑声 如炸雷一般惊天而起 这欢呼除了姑子们的 还有一些丈夫 这也是寻常事 这个世间的权贵丈夫 除了喜欢美女外 还是喜欢美男的 而且一个个都喜欢的 唐二皇之不以为耻 反以为荣 听到这炸雷般的欢呼声 张奇感觉自己的心 也跟着砰砰急跳起来 他连忙踮起脚 期望地看向前方 前方处 一队高大的侍卫 骑着一色黑色的骏马 轰隆隆而来 这些人不同于健康汉人 有着高大的身躯 棱角分明的五官 格外地有气势 这些气势破人的汉子一出现 众人不由一净 几百个侍卫 哒哒哒过后 一个与侍卫们 着同样紧身服饰 骑黑色骏马 只是身形略显单薄 头上戴着厚厚围帽的少年 侧马走到众矢的中间 缓缓而来 少年的身后 是有高有瘦 有老有骏的骑地众矢 直过了一会儿 骨子们才反应过来 那走在中间 像个普通侍卫的少年 应该便是广陵王了 都出使了 他居然还是戴着帷帽 一时间 失望的声音 此起彼伏地传来 不远处 甚至有孤子 都气得流出泪来 他们兴奋了那么久 等了那么久 他居然 面容都不肯露 这怎么可以 阿绿也是满是失望 他嘀咕道 看起来都没有后面 那个使者显眼呢 他闷闷地看向张启 阿启 他怎么连脸都不露 张启一笑并没有回答 他看着那黑马进服的 宣昂少年 想到 以他的性格 从不耐烦 被人像围看夫人一样地堵着 他不露出阵容 才是正常的 起始的队伍越去越远 目送着他们离去的背影 众姑子也没有那个兴趣追上去 有几个姑子在旁边低声说道 也不知 是不是真的有那么俊 去 我看 是盛名之下 居实难服 闷闷不乐的喧闹 声中 张启牵着阿吕 悄悄地溜回了府中 一直到了房中 阿吕还是一脸失望 他转了几个圈后 便跑了出去 目送着他离去的背影 张启拿起绣物 继续工作起来 高长弓来了 也许 也许 自己可以想个法子 把有人要掳他的消息 悄悄告诉他 他记得 高长弓这个人 是极不愿意欠人人情的 说不定 自己在告诉他这个消息的同时 可以一并提出自己的要求 可是 提什么要求 最适宜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